由肖战与杨子主演的余生,景多指教,称得上是2022年最火爆的一款偶像剧了。 剧中除了有男女主感情线的走向之外,还着重描写了林家三宝这条亲情线,打破偶像剧一贯梦幻的套路,亲情线的深刻展现,让余生这部剧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 肖战扮演的顾位在前期,其实是有很大的一种心理障碍的。 因为自己导师的离去,让顾位一直很自责,所以封闭自己。 我们看到证据中关于顾位老师的信息,其实只用了一些台词来描述,其他都是需要靠肖战自己演出来。 这场戏也是肖战的重场戏,开机前一直在跟导演讨论该如何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。 所以,大家最后看到的成片中,肖战的进步确实很大,观众都希望二位可以再来个二搭。 不论是什么题材的作品,只要是肖战跟杨子就好,也因为作品的热播,不少网友还想让肖战跟杨子现实中能走到一起。 可缘分这东西,很奇妙,两人虽然很配,可毕竟角色不能带入现实,大家莫要抢求得好。 近日,孟华路在腾讯视频播出反响非常好,大结局后,鹅厂也是挑选出了三部暑期档大剧来接档孟华路,其中就包括肖战跟任敏主演的仙侠剧《玉谷瑶》。 网传消息称,《玉谷瑶》暂定7月播出,具体哪一天就不得而知了,但现在已经是7月了,也就是说,大家的等待也终于要盼到头了。 不过两部作品一部是在腾讯,一部是在优酷,播出时候又都定在7月,可见平台间早就做好了打算,暑假当时机最好。 从目前来看,两部剧都是大家必看的作品,即使是撞了档期,观众都不会错过其中任何一部。 不过,古装剧《能不能赢》也有很多方面,特别是仙侠类型的,特效、打戏、主次戏份分配、演技还有造型等等,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 若7月真的能看到玉谷瑶跟陈湘如蟹,那作为追剧党来说,就在幸福不过了,你们比较期待哪一部呢?